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呢 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年度 年度在哪里 是不是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请把年度搬到维度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日期去 民国一百年加民国一百年加民国一百年 这样子的一个加法 既然它不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那我们应该把它是当文字来去使用 所以记得要把日期叫年度 视为是维度资料 好 接下来例如说 我想要知道各年度 假设我现在算一个很简单的资料 就是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这个资料分析 您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有的 我们有的那个栏位啊 有文字的栏位 有数值的栏位 那在资料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会选择 例如说一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例如说我能不能算出来 各年度的检验数 当然可以啊 这应该是我想我们应该要画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图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去画各年度 所以快速点两下年度 好 所以这边有100年 101年 102年103年104年 然后检验批数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们今天用直条图呈现 开到最大就是 Entire View 所以这张图我想应该还蛮容易看到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张图 看到这张图 我们可能会搭配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视觉化效果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做排序 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说 民国101年 我们的查验的批数是最高的 好 我想大概应该知道这件事 民国101年 我们的检验 不是查验 那应该是检验批数是最多的 好 多多呢 来把批呈现出来 记得最好是把这一个颜色换掉 这颜色换掉 换掉的方式就直接再把年度什么 翻到颜色 Color这个地方 只有101年 设成特殊颜色 其他都不要变 所以我们 简单的来去 例如说 每一年都是用蓝色 102年也是蓝色 103年蓝色 104年蓝色 101年我们用成红色好了 好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101年 我们的检验批数是最高的 大概就是呈现这件事了 但是通常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就是说如何如何在这张图表里面 再多增加一些资讯给他 好 来先把SHIT-1工作表先做好 例如说这是各年度检验批数统计 各年度 检验批数统计 好